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因为它又设计得太低了 你知道吗 不是 我是要 我不怪我自己 我要先怪他们 怪他们设计得太矮了 这天他们一起拍摄剧集《美丽的秘密》 这场戏讲述和润东被宋茜收留回家 还跟他的家人一起吃饭呢 现实中你们也会随便带男女朋友回家见家长的吗 我们不随便的啊 我在这里我们也不随便啊 她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我才收留她的 好像一刚开始交往 然后有一点点好感就跟父母这样见面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步伐太快了 对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大家真的熟到一个程度 然后互相了解到一个程度 然后才让父母去了解 对了 去年父亲节不是有人说过 要两年内娶妻生子吗 怎么现在没下文了 那也是属于我自己美丽的秘密 另外最近宋茜在综艺节目上的表现被网友批评任性 有公主病哦 和润东在拍摄过程中有见过宋茜公主病发吗 公主病是称赞吗 还是 至少称赞我是公主耶 公主的神经病 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 我没时间看 对 但是以我跟宋茜的这个接触这两个多月 我觉得没有 没有公主病 如果有的话我应该比她更有公主病 要说我吧 何人都有公主病 还好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一些剪辑上面还有一些就是 因为每个人对同样的事物的认知肯定是不一样 想法肯定不一样 我觉得不太了解我的人可能会有那样的误解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 我肯定会有任性的时候 所以我不完全否定我不任性 或者是我一点都不交情 我一点都没有公主病 肯定会有那样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女孩嘛 所以 无所谓啦